朋友们,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个吃饱了喝足了啊 刚才吃的蒸饺啊 这个韭菜 大虾馅的蒸饺啊 还算不错,挺好,挺满意啊 接着跟大家聊啊 看看这个了吗 过去有大链钢铁 现在有大链芯片啊 又玩芯片了 在这不能加耳化音 不能叫芯片 就叫芯片 是吧 显得我们重视它 显得我们现在攻克不了这技术难关 是吧 一说芯片 让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瓷片 是吧 瓷片 揣拐 我跟我小学俩最好的同学 跑到总政大院 他们俩偷去了 我没偷 他们俩就是总政大院的孩子 然后爬到总政大院的一个库房里 偷了好多瓷片 后来人家总政保卫处都立案了 怎么丢这么多瓷片啊 后来找到我们学校去了 一发现 俩小学生 而且都是他们总政的子弟 就算了 一个是他爸爸是个营长 一个他爸是解放军军乐团吹小号的 给这俩放了 这个大链钢铁啊 这个瓷片 出了很多问题 这是个大骗局啊 这个瓷片 现在有人说千亿芯片大骗局 创始人准备跑路 媒体集体失声 那我就来爸爸啊 他来爸爸这个内幕 他说我不知道这么重大新闻 为什么没有一家官方媒体报道 就是因为它是重大的丑闻 绯闻 重大的诈骗案 越大的事 官方官方媒体不能报啊 这不符合正确的 这叫什么 新闻的叫什么 新闻导向 对 这个词还是我记得第一次 谁说出来的 魏剑行 江泽民时候的那个常委 那个中纪委书记 魏剑行 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什么叫舆论导向啊 就是遮着盖着 就是报喜不报忧 他说不知道 说是因为太敏感 还是因为没有流量价值 天意 新 红心项目爆雷 创始人准备跑路 现在有人接到爆料啊 知情者爆料 说这个团队 红心团队 正从武汉撤退 这不是我前两天做了至少两期节目吗 谈这事 这个天意烂尾了 爆雷了 现在他们准备从武汉 捞了一笔 烂尾了 是吧 这屁股没擦干净的 现在要准备去广州 再骗一回 再大干一场 这有知情人提供了十几页的图文爆料 宣告了这个号称投资 1280亿 骗得武汉政府团团转的明星芯片项目 彻底凉了 与此同时 刚刚有了一点体色的中国芯片事业 再次遭到重挫 后果无法估量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他为什么能骗得政府团团转呢 他使用了什么招数和手段呢 要扒这个武汉红新的来龙去脉 就得扒出他的母公司来 时间回到三年前 17年 当年的11月2号 一个叫曹山的男子 曹操的曹 山峰的山 和一个叫李雪燕的 木子李 雪 下雪的雪 燕 燕丽的燕 一个风 一个色 李雪燕 曹山 成立叫北京光亮蓝图科技有限公司 光 光芒的光 亮 数亮的亮 蓝色的蓝 图画的图 光亮蓝图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亿 这两个人的身份极度神秘低调 我怀疑这都是红二代 或者是红二代的白手套 红二代的提款机 红二代的提线木偶 红二代的代理人 以至于网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的照片 根据爆料者资料显示 这个曹山本尊是这样的 当然18亿的注册资本是随便填的 就连办公室 他们也是租了一个50平方米的商住两用房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资料说找不到他们了 说那个注册地址都是假的 完全有可能啊 然而想不到的是光亮蓝图 仅仅成立13天就开枝散叶了 这个公司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他们有托有人赶紧成立 赶紧成立 赶紧就拿这项目就挣这钱 不知什么高人引荐 11月15日 他与武汉市背景的东西湖区公发头 联合成立了武汉红芯半导体制造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亿 武汉政府2亿 其余90% 他们不是18亿吗 归这个光亮蓝图 那么他们出了多少钱呢 光亮蓝图一毛钱都没出 因为公司章程规定 母公司的出资时间是两年后的19年12月 就这样 一无技术 二无团队 三无行业背景 商业背景的 这个芯片项目就落户在这了 有了两亿打底 武汉政府可拿出两亿来 真金白银啊 红芯甚至还没等到批地 地都没批下来 就马不停蹄的破土动工了 因为他必须一边施工一边筹钱 他为什么能够地都没批下来就能动工啊 还是跟武汉当地政府里边有人勾着 一方面承包商和供应商的款可以先欠着 现在都是电资 电资搞建筑 是吧 都是该着 另一方面有了政府的政府的信誉背书 他从银行以及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那里边 带到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 有了钱他反过来又扩大建设 大手笔挖人 以数倍的工资从台积电挖来很多人 他就不断的投入滚动 这不跟那个恒大集团一样吗 挣了钱 钱没见着 说不断的就投新项目了 都变成了房子变成了地 实际上肯定拿走了一部分 这个红芯半导体项目很快就成了明星项目 18年他被纳入武汉市重点项目 这个湖北省的官员 武汉市的官员 东西湖区的官员 他们肯定都拿好处了 如果没拿好处 他们叫玩乎职守 叫独职罪 如果拿了钱 他们叫贪污受贿罪 对吧 不管是拿了没拿了 是你真傻 你还是真坏 反正这些政府官员都有问题 然后19年 这项目由武汉市升格为湖北省的了 看看没有 越搞越大 今年初武汉市发改委 发布的2020年市集重点 再见项目计划红头文件 说他总投资已经达到1280亿人民币了 遥遥领先其他制造业项目 是吧 眼看他起高楼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这个桃花扇啊 孔商任里的评价 对这个红心恰入其分 2019年底 红心的资金链已经断裂爆雷了 首先武汉法院查封了红心 价值753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 这意味着红心卷入了巨额债务问题 其次武汉政府发布公告 明确指出 这个项目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 导致项目停滞的风险 后来为了应对这个资金的困难 将这个价值5.8亿的ASML光刻机 抵押出去 换取贷款了 到今年9月份 他的厂房和办公楼都停止施工了 这个这就是一个烂尾工程了啊 这个深不可色的套路 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 我一直当笑话看啊 说一个人想吃火锅 他给贾打电话 说顺路带点羊肉过来 然后告诉乙 烧点蔬菜和丸子豆腐 最后告诉饼 在拎几瓶啤酒上来 就差酒了 放下电话 他微微一笑去烧水了 有人就是玩这个空手套白狼啊 这就是套路啊 对吧 没想到这个空手套白狼的段子 在今天竟然成为了魔幻般的现实啊 那么这个红心做局的人怎么玩的呢 首先他画一个大饼 是吧 为了打动政府 他一出声就喊出了几尽浮夸的口号 比如建成14纳米逻辑工艺生产线 建成7纳米以下逻辑工艺生产线 建成精元级的先进封装生产线 外行的人可能不太明白这些数据的含义 简单的说 红心要在短时间内打破美国的芯片技术封锁 成为下一个台积电或者英特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个假大空的口号呼之欲出啊 什么真正自主可控啊填补国内空白啊 中国老就玩这个 周恩来时期 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不就拿这些口号打肿脸冲胖子吗 对不对啊 未免太不切实际了 华为搞了这么多年依然被美国卡脖子 但是牛逼啊吹破天没关系 对招商引资的人管用就行了 其次请大咖 2017年蒋尚义担任了这个公司的CEO啊 蒋尚义是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的左膀右辈 担任台积电研发副总裁 在圈内都称他为蒋爸 蒋爸爸啊 13年退休后 他又在台积电做了两年的董事长顾问 然后来到了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已超出两倍的薪水 将这位芯片教父挖到旗下 其实这个蒋爸爸 这个叫蒋尚义 这个张忠谋的左膀右辈 我相信他知道这是个骗局 但是给他钱 也不会扎账 还得利用他呀 他有名人效应 所以他也乐得做这个局 他心里边明镜似的 他如果不是心知肚明 他这几十年也就白混了 他也成为不了台积电张忠谋的 左膀右辈 对吧 大家同意我这个分析吗 最后是买机器啊 还赤巨资买设备 19年12月 这个鸿心宣布突破美国封锁 赤资数千万美元 买了一台ASML光刻机 这个还专门搞了一个仪式 说写着鸿心报国 圆梦中华 让人们热血沸腾啊 现在中国每年进口半导体 超过三千万美元 连续多年占据中国进口 各个品类的 这个商品之最 在中美大国博弈的风头上 这个芯片国产化 被放到最迫切的位置 所以呢 投资商蠢蠢欲动 然后这个投机商啊 借芯片之名 狂割韭菜 17年 成都引进革新半导体 计划投资90亿美元 建设一个12寸的晶圆代工线 这革新也完了 2020年5月 革新连发三份通知 宣布公司因经营情况 彻底停工 数百亿投资 复制东流 然后15年 德科马半导体 落户南京 宣布总投资额 30亿美元 最后实际投资 46亿人民币 30亿美元 210亿人民币 投了46亿 就是 五分之一强 四分之一弱啊 在圈了南京 政商两届 一笔又一笔的投资后 这个2020年7月10号 德科马 正式提交破产申请 16年1月 贵州引进华新通 同样是高举高达 四年后 宣布关门了 你看 武汉也完蛋了 四川成都也完蛋了 江苏南京也完蛋了 贵州也完蛋了 这得扔进多少钱 都说要搞这芯片 是吧 四川 湖北 贵州 江苏 四个省 都玩这个 还有呢 还有号称投资400亿 国内首个专注于柔性半导体的 陕西昆铜半导体 项目爆雷后 查出母公司北京昆铜 一分钱没出 成为又一个零元大股东 陕西也完蛋了 陕西肯定说投资400亿 反正没投那么多 具体咱不知道 也是一大笔钱 陕西又一个省 四川 陕西 湖北 贵州 江苏 真是啊 这个中国 你看看这中国 中国最后就是一艘船就沉了 这个这艘船已经被掏空了 现在还留在船上的人 最后就得同归于尽 跟这艘破船就沉入海底 是吧 虽然这么说 很多人觉得 你又跟这固若玄虚 跟这夸大 大家看吧 骑驴看唱本 咱走着瞧 好不好 我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 大概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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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